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源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八月发小财,九月生大财,两个月赚够一年前的生肖,属马人,属相是马的人性格周全乐观,富有自信无比的天性,对生活充满自信,更有越挫越勇的决心。 今年八月就开始转运,生财有道的势头不可挡,对事情都充满乐观心态的属马人,此番转运不再破财,迅速能白手起价,拥有创业的本领、本钱,九月里则做大生意,通过一个月的时间赚足正财,可发几笔横财,赚够一整年购化的钱财,属猪人。 属相是猪的人性格乐观,虽然有些迟钝,但是很有后劲,其实后福也是无限旺盛,他们今年八月里财心高涨,五行水能升金,因此求财有道,风生水起,小财连发不断,不止两三笔横财,更得贵人相助,能打下坚实的事业基础。 九月里来正财更多,求财有道,别看仅仅是发财两个月,其实赚够了这笔正财,一年都够花,日子相当有福气。 属兔人,属相是兔的人,天生乐观又稳重,谨慎精明会赚钱。 今年七月里求财运势,不是十分顺利,但因为天际星的相助,属兔人自八月开始更为如意。 求财有道在职场,他们的家庭运势相当好,家人能支持他们的事业,添一份助力。 九月里来事业更好,有望实现风生水起的将来,两个月的时间内,赚够一年够花的钱财。 属养人,生肖养的朋友,在进入八月份以后,事业上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。 升职加薪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,出门就能遇到贵人的帮助,遇到的好事也不少。 到了九月份的时候,事业会扩大好几倍,赚钱的机会也会变得超级的多。 能在贵人的帮助下,轻轻松松赚到很多的钞票。 进入十月以后,生肖养的朋友,会事事顺心,万事大吉。 之前的步入正轨的事业,会带来数不尽的财富。 生肖数,生肖数的朋友,在进入八月份以后,运势会突然一百八十的好转。 虽然之前招小人的算计,但是好在八月份的时候,得吉星庇佑,任何的霉运都不能缠身。 只要顺其的发展,到时候,生肖数的朋友,肯定是成万成万的进账。 到了九月份的时候,生肖数朋友的事业,会得到贵人的帮助,横财发不停。 十月的时候更是不用说,做家就能赚钱,因为事业已经步入正轨了。 生肖牛,生肖牛的朋友,在进入八月份以后,发财的道路上会超级的顺利。 之前所有没成功的事情,在这个月里都能顺利地完成。 进入九月以后,生肖牛朋友的身价暴涨。 这个时候有了生意的本钱,再加上好的运势,自然是越赚越多。 到了十月份以后,生肖牛的朋友会财路大胎。 轻轻松松,就能赚到数不尽的钞票。 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智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。 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。 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。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属羊人,苦日子终于到头了。 大富大贵要来了。 家里有属羊人的快捷。 好运马上来临。 属羊的人,性情温柔。 原则性强。 总可以依照规则做事。 因而作业中很少犯错。 运势也稳如高山。 再加上他们的聪明的智慧。 财气路上会有地家之事。 多有横财之喜。 在八月中旬开端。 属相羊有福星星照。 头顶财神光环。 财气一路走好。 旺旺继续。 财路大开。 二零二三在极星的灰映之下。 属羊人运势红红火火。 财气大顺。 可发大财,赚大钱。 生财有道。 正财偏财齐聚。 喜事一桩接一桩。 好运连连不结。 做什么都感触十分顺利。 有望离别早前时运欠安的状况。 大金羊匹积泰来。 好运加持。 横财大运入宅。 并能带领家人。 一同走向富有日子。 羊人的一生财运比较好。 一生的运气也很不错。 常有贵人扶持。 做事也比较顺利。 羊人对于金钱来源。 并非全靠自己辛苦经营所得。 大多靠一些投机性获利。 他们一生从不会为金钱发愁。 他们有天性的好运和财富。 属相是羊的人为人比较仗义。 所以比较招引贵人的存在。 属相是羊的人。 一向都会觉得自己的运势很好。 这是由于属相是羊的自己。 遇到的贵人比较多。 一旦日子和工作中。 呈现了一点小问题。 就会有人自动地帮助解决问题。 大金羊幸福的日子开始了。 明天往后。 作业方面可以有贵人呈现。 处理一些你们之前遇到的费事。 所以可以找到情投意合的人。 跟你在一同。 带来新的作业和作业。 所以之前的作业。 遇到的困难都可以方便地解决。 关于属相羊人来说。 满心欢喜。 心尽无比的欢乐和愉快。 所以未来七天之内。 属相属羊的人。 可以完结干世愿望。 达到功德左右风源。 所以属相大金羊的人。 这种状况对你来说十分的好。 天然好运气。 跟桃花运也会水涨船高。 独身的人这几天有桃花运来临。 在你的身边。 好好地掌握这次姻缘的来临。 擦出爱的火花。 在下周你们就可以得到喜讯。 向你们哀敬。 扬年出生的人。 有志谋。 又很勇敢。 天生就有管理者风范。 办事果断。 行动迅速。 乐于接受和尝试新鲜事物。 八月中开始财运相当旺盛。 一发不可收拾。 红运当头。 财运亨通。 是个赚钱的好时机。 事业洽谈合作成功几率高。 能够谈成不少赚钱的大生意。 利润空间大。 盈利不断增加。 财富越来越多。 硕果雷雷。 收获满满。 生效养属养人。 今年各方面的运势都非常不错。 发展顺风顺水。 尤其是下半年。 事业上有贵人相助。 很容易能得到领导的认可和器重。 假上他们本来性格就比较大气。 不计较。 所以人缘极好。 放在事业上。 人脉也极其广阔。 更加利于事业拓展。 八月中旬好运来袭。 横财天降。 钞票如鱼。 金库暴涨。 他们的运势一天比一天好。 迎来大丰收。 不仅有贵人相伴左右。 事业稳步提升。 而且家中喜事连连。 感情中顺顺利利。 相处融洽。 大吉大利。 属洋人头脑。 其实没有别的生效灵活。 但是盛在他们能得到贵人相助。 属洋人本身对工作就充满了热情。 八月对他们来说。 是一个发展自身的大好机会。 即便是遇到难题。 也会有贵人出手相助。 稳稳地把握住。 每一个向上爬的机会。 事业蒸蒸日上。 存款也同样如此。 二零二三大展身手。 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。 所求如意。 逢凶化吉。 神智动达。 幸福如意。 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。 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。 笑口常开。 生意兴隆。 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。 寿比南山。 年年有余。 事事顺心。 万寿无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。 愿三宝加持和护佣。 留下自己的心愿。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。 自立等人。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 年与人。 将来自立等人。 将来自立等人。